好,我們先來看到 我新時代這個教學 那他這篇文章 講的是 Maya的材質節點的一個應用 那 我也為了這篇文章 寫了更詳細的一個解說 放在我的blog上面 那我想 我這篇文章是 根據火星時代的那篇文章 寫的 那裡面講到比較詳細的一個 節點的一個原理跟應用 以及方法 那我想有興趣的可以看 搭配這兩個文章一起看會更好 那也希望 對想學材質節點的人有所幫助 那我們還是透過 實作的方式 來一個一個步驟來做講解 首先呢我們 必須 要有 要有 SampleInfo 跟Surface Lumulus 以及 Clamp 這 還有Multiply 這幾個節點 那我先把節點 斷開 那 Ramp 本身就是帶有 顏色的一個 的一個 的一個 漸層材質 那 因為 實際 製作上面的需要 我們會把 這些 單純的顏色 替換成貼圖 替換成貼圖 那我們等一下來講 這個 接點 首先呢我們 把 Surface Lumulus 按滑鼠中間 拖拉到 Clamp 接點上 放開 我們選擇 Other 我們這邊選擇 Out View 連到 Input R 上面 Output View 為什麼只連 一個 Input R 因為 很單純的 它就只有單一 的一個參數 所以我們只要連 一個就好 不需要 三個 都連 這邊是 是必須要注意的 只要連一個就可以了 那 相對的 我們必須要把 Clamp 這個 節點 打開來 把這個最小值 跟最大值 約束 在 0 跟1 之間 因為 Surface Luminous 它是依照 燈光的 Intensity 來反映 材質的表面 明度跟 燈光 燈光 大於1 的時候 就不符合我們 用 Ramp 0到 1 或1到 0 這樣的一個 限制 所以我們必須透過 Clamp 節點 把 Surface Luminous 的值呢 約束到 0到1 0到1 之間 來做輸出 所以我們透過 Multiply 來把 SampleInfo 跟Surface Luminous 這兩個 來做 相乘 首先呢 我們把 Clamp 接點呢 好 一樣 選擇 Output R 然後 連到 Input To X 上面 接著我們把 SampleInfo 一樣 按 滑鼠 中間 用 SampleInfo 的 Facing Ratio 點到 Input X 上面 好 透過 Multiply 把 這兩個 節點 相乘 也就是說 SampleInfo 它的值 介於 0到1 之間 那 Surface Luminous 我們也把 值 限制在 0到1之間 所以 兩個 不大於1的 指相乘 輸出 也會介於 0到1之間 這樣符合我們 製作上的需要 所以 我們把 Multiply 一樣 連到 Ramp 上面 我們 選擇 Output X 連到 U 好 那 相對應的 這個 Ramp 這邊 Type 也選擇 那如果 我們連到 U 相對應的 這邊要選擇 U Ramp 我想這邊 大家是可以理解的 那 接著呢 我們把 這些 顏色的 替換成 我們的貼圖 這 代表 1 代表 1到0之間的 一個 漸層 所以 1代表是 我們接受光 以及 接受 CAMERA 比較多的 這方面的 一個 材質 我們使用 比較明亮 或者是 軟色調的 貼圖 來替代 那 0的部分呢 表示 背光 背光 或者是 背對CAMERA 的 另一方 那我們使用 冷色調 或比較暗色調的 貼圖 來替代 那 當然這兩個貼圖 都是相同的 只是 我們透過 Color Balance 的 Color Gain 來做調節 色調的調節 明暗的調節 接著呢 我們把 Ramp 把它 連到 Blind 的Color上面 這樣 就大功告成 接著 我們可以算 一張圖來看看 或者用 IPR 用IPR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 清楚的 去看到 當我們移動 CAMERA的時候 這個 材質的質感 依然 保有它非常 高的一個效率 即使我們 移動燈光也是一樣 所以 這樣的一個質感呢 是介於 SampleInfo跟 Surface Luminous的一個 之間的一個效果 那 相對於 這樣的製作 如果你應用在實際的 物件或場景上面 你可以精準的去 控制 受光 面的一個 射調 以及 背光面的一個 射調控制 我想 這樣的製作方式 可以 大大提升你 渲染的一個 速度 跟效率 可以減少你 場景燈光 上的使用量 因為我們都知道 當我們 場景燈光 打得越多的時候 渲染 算圖的效率跟速度 都會降低 那 透過這樣的方式 我們可以把 受光面跟 背光面 分離出來 好 我想 這是 這個 節點上面 製作上 最大的 效果 好 以上是 進階材質 的一個 應用解說 成功 成功 成功